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是我们每周的疫情周报 这个世界到底还要被新冠疫情折磨多久呢? 要了解疫情的走向,就必须要用数字去看 所以我们节目一开始就先来看看 我们世界的疫情金榜排行榜 我们的排行榜是依据世界卫生组织 所公布的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当作依据 我们可以从这些新增的确诊病例数字里面 可以看到什么呢? 可以看到这些病毒的足迹以及走向 我们就可以更加的理解世界将要往哪一个方向去迈进了 首先看到我们的榜首,当然不让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未冕者印度 印度目前有记录的感染人数也仅有多少? 2900万这个数字 死亡人数呢有记录的也达到了35万 但是这个死亡人数的记录啊 迄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可以正式的超越神之子所领导的国家美国 而印度每日的新增确诊病例啊 本周的高峰单日新增为13万人 最低也只有8万 印度政府所提出来的这个病例数字啊 说实在的实在是有点没道理的感觉 为什么?因为印度的疫情啊居然可以持续的下降 这本身就有点不大科学了 因为任何的国家疫情啊 他一定是每隔7到14天 他一定是以这个周期来做一个反复 这基本上是没有例外的 即便是你是封城也是一样 为什么?你虽然没有出门了 但是已经确诊的人也会传染给家人 所以基本上啊一定会有一个发病的曲线产生 但是啊 当印度的防疫失败的信息一旦在世界上开始蔓延之后 居然就从隔天开始 印度的疫情啊就可以说是一种等比例的开始往下降 再也没有反复 这个数字啊基本上就很不符合科学的常理 几乎任何研究疫情的专家 都是认为印度至少有三倍以上的水分没有被公开出来 但是啊这当然也是没有画面的也就是不可考的 所以是说啊印度目前呢还是以这个数字为准 而印度目前每日接种疫苗的人数呢 也仅仅只有25万上下 按照他们的人口呢大概有13.6亿的人口数量来看 疫苗要达到全面覆盖而达成的全体免疫啊 是几乎不大可能的 只能靠什么只能靠达尔文士的方式来做出这个群体免疫 什么就是达尔文士的群体免疫呢 那就是逝者生存不逝者淘汰 你感染了又活下来的那么你就是胜利者 那如果你感染了那就去见上帝了 那没办法你就是被淘汰者 所以说啊这个就是一种类似丛林法则的防疫模式了 而第二名就是我们的巴西 巴西现在每日新增病例很奇妙的突然是压到了 三万五千这个数字的上下 时间点跟爆发抗议现任总统 颇索纳落的游行示威 他的时间点其实还蛮雷同的 你抗议他就突然下降了 当然或许有没有可能是巧合 当然还是有机会的 但是近日巴西啊病例突然降下来 这个真的是蛮奇怪 而他们的疫苗啊 单日也只有12.5万人去施打这个疫苗 当然他疫苗也本身也是不够 但是啊面对总人口将近2亿多的巴西来看 这个要靠疫苗来结束这回合的机会啊 似乎是比较挑战的 而巴西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国家 他是从新冠疫情爆发的一开始 他就参与在里面了 所以说啊他一直都维持在世界的前五强 目前巴西为新冠病毒所往生的 达到了总人数达到了48万 所以说未来他要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往生人数 也不是没机会的 目前的疫苗接种率啊 也在巴西的国内也只有11% 看来啊巴西要离这场新冠抗战的游戏中脱增了 其实还需要蛮长一段时间 第三名是谁呢 第三名就是阿甘廷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降到了23000人上下 这个数字啊 还需要多一点时间来观察 因为突然的降下 他有可能是跟什么有关系呢 他可能是跟当地的气温是有关系的 阿甘廷现在的气温啊 已经回升到了15-19度这个摄氏度之间 慢慢的会比较不利于疫情的传播 加上阿甘廷的人口啊 只有多少只有4400多万 疫苗每天还可以打的22万的这个数量啊 所以只要阿甘廷的百姓可以做基础的防疫 未来即使他的疫情会有反复 那也会有获得比较好的控制 第四名是哥伦比亚 单日新增病例啊 有略降到单日仅有26000人 以哥伦比亚他有5000万的国民来看 每天疫苗他也可以打到了24万剂的这个上下 加上气温的略有回升 目前哥伦比亚的气货啊 日间他还有15-16度的温度 而随着气温的变化 那也会与阿根提类似慢慢从之前的高峰啊 反复一下之后缓步下降的几率 这个是比较高的 第五名是美国 单日新增病例啊 新增约13000 最高峰也只有15000 但是这个数字啊 他与解封之后筛减量是大幅的下降 可能会有直接的关系 目前美国的气温呢也逐渐的高升 加上疫苗的覆盖率越来越广 只要美国在这个月能够挺过印度变种病毒的考验 那么在这个月要完成7成的疫苗覆盖率的前提之下 基本上美国疫情的稳定啊 应该是可以持续下去的 也就是说在疫情跟经济之下 他可以获得比较好的方向去迈进的美国 他会怎么样呢? 他会在世界各地要掀起不同的事端了 因为美国的国策啊一向都是这样 是什么呢? 众人皆乱我独吻 这是他们的国策 所以要迎来的不只是经济的活力恢复 也是世界混乱的一个开端 第六名是西班牙 大家新生病例已经跌至1万1000下 仅有多少呢? 大概最低也有到9400人 身为欧洲的重灾区之一 西班牙与法国的疫情会是比较值得关注的指标 因为这两国的百姓是比较难管理的一群 所以疫情也是在过去是比较奔放的地区 而西班牙他现在已经跌破了万例 欧洲的回稳大概也就是这一两个月的事情了 第七名是俄罗斯 俄罗斯从上周的8000回涨至本周最高是到9200例 这个数字他是比较正常的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 疫情的反复是一定会有这个颇撞的曲线 如果没有反复才是最大的问题 但俄罗斯本身的疫苗 他的疫苗的优秀是蛮好的 他的防御率是很高的 只是什么?只是俄罗斯他比较懒散 所以基本上施打疫苗的速度就是比较缓慢的了 加上他们本身有一个酗酒跟享乐的文化 把时间花去打疫苗 还有哀针还会疼痛的状况之下 不如把这个时间留在家里怎么样? 多喝两瓶辐特加还是比较开心一点的 所以在俄罗斯疫苗施打慢 就跟他的疫苗数量够不够 已经不是直接的关系了 第八名是印尼 印尼就比较担心了 因为印尼的病例过于稳定在 5,500-6,000这个数字去发展 加上印尼本身是热带国家 气温的变化是不大的 而这个数字却锁死很久 至少已经锁了两三个月了 按照目前的曲线 印尼有没有可能突然增加病例的数量 这个机会是还比较高的 因为疫情就是这样 一旦你压不下去 他就会快速的弹回去 加上印尼的人口是一个有2.7亿的人口大国 周平均每一天只能打到40万剂的疫苗 数量上真的是还蛮不够的 所以说他压制疫情的概率就是比较低一点 这个未来印尼这个地区可能是比较危险的一个国家 第九名是谁? 第九名是智利 欧洲的智利 单日新增的病例数差不多跟印尼是差不多的 只是少他个一两百人 但是智利的人口却仅有多少? 1900万人而已 刚才谈到的印尼是上亿的人口大国 但是这个智利他只有1900万人 是一个人口相对低很多的国家地区 但是染疫的数字却跟印尼不相上下 不过我们从另一个地方看 以数据来看 智利的气温现在已经可以高到什么地方? 最高可以白天高到20多度这个摄氏度了 所以按照他的曲线 应该会才从这个月开始 开始缓步下降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智利的新冠疫情的模型 他其实说实在有点跟巴西还蛮像的 就是他的数字锁死太久 而且他的发病时间点也是蛮 提高的时候也蛮时间蛮相近的 但是跟巴西不一样是什么? 智利的人口这么少 他每一天还是可以达到10万剂以上的疫苗 所以这个人口相对少的国家 一天可以达到10万剂 那就等于相当于好像在巴西 你可以达到100万剂了 所以说他算是非常优秀的国家 所以未来智利的疫情 应该是会持续往下的概率是可以确定的 而第10名是菲律宾 单日新增病例为7000例上下 这个数字在徘徊 菲律宾总统的铁腕 这是大家全世界有名的 不戴口罩 不用劝导直接把你枪毙 但是这个模式似乎对疫情的控制 没有太大改善的空间 或许应该说现在对于菲律宾而言困难的地方 还是在于疫苗数量的不够 以他有拥有一亿以上的人口的国家 一天他只能达到40万剂的疫苗 这现在是菲律宾最大的挑战 但其实菲律宾跟印尼他们除了疫苗不够之外 他们还同时面临一样的问题是什么呢 那就是他们虽然是一个一统的国家 就是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 但是他们的国内还是有很多地方 是属于一个不法地带 也就是由当地的军阀 叛军或者是家族所控管的地方 政府对当地是没有直接 或是很有效的管控力 所以是说他们名义上他是一个一大一同的国家 但是实际上里面的纠纷也是还蛮多的 里面有很多地区是属于国中之国的地方 所以实际上真的要完全掌控疫情 其实这个政治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阻碍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本周疫情的金榜前十强 这个前十强除了印度外 都随着气温的变化 开始数字快速的往下降 也就是说世界正往着痊愈的地方去迈进 他不仅仅是改善 他已经走上痊愈的地方走了 在这个时候 只要政府不是被民粹所掌握 只会选举又不会做事 那么大部分都会往好的地方去快速的迈进 而除了前十强 我们还是要关心看看其他国家的疫情变化 首先是英国单日新增病例 回升到了单日达到5000多例 这个也就延后了 他们本来可以在6月就可以完全解封的这个计划 要延后到7月 但这个部分也只是反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们生产的AZ疫苗 阿斯克捷利康这个疫苗 他对于印度的变种病毒的防御力 他是比较差一点的 但是英国基本上 他还是能够挺过这个阶段 毕竟会去打疫苗的 愿意打疫苗的人数是多过坚持不打疫苗 或是坚称新冠病毒是一个谎言的人 这个比例上有理智的人还是比较多 所以英国大致上反复他一定是会有 因为你新的病毒来 他一定会造成反复 但是基本上他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产生 而东南亚的热点马来西亚 虽然最高峰也没有突破老师预测的天花板 但是这周也没有降到老师上个周预测的4800例以下 本周最低也仅达到了单日新增5200例 最高也还是维持在7000多例 现在就是要看在这一周或下一周 然后这个波段形成的顶端有没有形成 如果形成了那么他会比较确定 但是你目前所拥有的数据来看 老师还是评估 只要没有印度变种病毒混合当地的病毒 产生了一个更快的传播链 那么基本上马来西亚回稳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但说要比较实在一点的事情 其实这里面跟政治还是有关系的 为什么?因为马来西亚的国力本身并不算弱 国民他也没有很多 但是疫苗他每天打的人数只有5万到6万 这个是非常少的 这个才是他们的主因 以马来西亚的国力买个几千万剂疫苗 一个月先打个五百一千万剂 以马来西亚政府的实力不是做不到 老师真的说他不是做不到 但是比较发现的是什么 他们应该是比较倾向懒得做 除了吃榴莲以外 大概没有什么事情是马来人是不能够慢慢拖的 他什么事情都是要慢慢来 所以各位要知道 马来西亚的国土 他是比我们台湾大很多很多很多倍的 但是他的人口却跟我们台湾不会相差太远 因为他人口只有三千两百万 资源非常丰富 各种的土地产米产 各种天然物资也是非常的丰富 如果他的疫情变成现在这样的失控 不好控管的状况之下 问题其实不是在于病毒太强大 主要还是因为民族性 这个是比较主要的问题 就像开灾节 没有人敢去挡 但是如果你挡了开灾节 现在马来西亚的疫情 基本上大概顶多只有一两千 但是民族性你没办法 让他没办法 而欧洲的法国单日新增病例降到了4700上下 这个数字是非常美丽的 而真正的挑战是疫情之后的经济重建 会是法国现在比较大的挑战 而印度的邻国林伯尔 单日新增病例降到了3300例 希望他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避免他继续扩散 南非也是在高点 现在本来有他只有在700的单日新增病例 现在增加到了3200例 虽然按比例上他成长了很多倍 但是人口的基数来看 他是增长的是其实也是不多 但怕的是什么 不是怕他的病毒的扩散 而是怕他又产生了新一轮的变种病毒 因为之前的南非变种病毒 是让各国都是文之上胆 现在最怕的就是 他有没有可能产生新的变种病毒 这个是大家要关心的一点 而印度的邻国孟加拉 单日新增病例降到1900例 以孟加拉的卫生条件 跟人口的稠密度来看 这个数字老师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 叫做不可思议好不好 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去评价他 因为这个数字基本上不大可能 但是他却这样回报 那你也没办法 而欧盟之首的德国就降的真的非常快 本周德国的新增病例最低 来到仅有一千多例 这个态势可以跟年底要产生的新总理 让他们有更好的基础去大刀阔斧的改善他们国内的经济 跟国际的局势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而亚洲的日本现在的单日新增病例如预期般的往下延伸 单日最低来到2600例 而他这个数字可能还会继续往下 这里面的主要原因当然是疫苗施打的速度 他加速的不少 日本单日最多可以达到一天 可以达到100多万剂的疫苗 所以控制的速度也会比较快 而这种疫苗施打率以及他新增病例数的下降 日本的奥运大致上是板上钉钉 他是会举办到底了 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了 而欧洲的意大利 单日新增病例也降掉了2200例上下 以整体而言算是接近 这个疫情要结束的时候也快到了 而亚洲南韩也略维持在单日新增病例在450例 他好像大部分都在这个数字上下了 这个部分随着疫苗的施打 控制机会也是比较大的 南韩每日可以施打数十万剂的疫苗 所以是说他围堵这个疫情的机会是比较高的 而爆发新冠疫情的越南 目前单日新增病例 他从高峰的500多 现在降到250例上下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封城了 而且越南政府他现在开放民间的企业自购疫苗 所以说他对这个疫情的控制的力度 是会比较好也比较强大的 越南的疫情天花板老师还是可以现在把它去设定一个 占定为大概是880例 是每一天最高的极限 但是要突破他的机会不高 因为毕竟他开放他们的民间企业 可以去购买疫苗 而这些企业都是大企业 包含了台湾的富士康 还包含了三星 包含了苹果 他都可以自购疫苗 这些企业有钱能使鬼推磨 没有他们买不到的东西 因为他们出得起钱 而我们台湾地区 单日新增病例是略有下降的 降到200例上下的数字去徘徊 这个疫情会不会一路的往下好转 当然机会比较低一点 所以还是得期盼 我们的政府可以开放民间去制购疫苗 至少你要开放地方的政府可以制购疫苗 我们先把局面先稳定下来 经济要先维持住 你后面要去护航你一些特定的公司的疫苗 你慢慢去做 当你发财也不对 总是还是有人愿意去打那些特定几家公司生产的疫苗 因为只要你对于颜色的信仰构深 台湾价值有充满 那么最终还是会义无反顾的打下去 只不过很多所谓的一些台独派 有没有他们台湾价值是爆表的 对不对 他们自己都是从去海外打完疫苗 回来再叫我们去打的 所以是说这个状况 他们心态也是蛮有趣的 以上就是我们本周的疫情的周报内容 时间在走气温在高 所以除非有更厉害无视气温的病毒之外 大部分我们都可以确定整体的疫情将会逐渐的好转 而半年之内 疫苗一定会在全球供应过剩 除了一些像印度他那个是有他们特殊习惯 不然基本上未来的半年 然后到年底之前 全球的疫苗应该会产生过剩 至少是完全足够的状态 所以现在各位也不用太悲观 因为下半年世界会快速的苏醒 包含你在白色联盟那些国家 澳洲那些 他们都已经基本上都已经完全的苏醒了 所以很快的这个世界的交通 包含了航空海运或是社会上 回到车水马龙海路繁忙的机会是很高的 让我们一起撑到那天的来到 柳暗之后必然我们可以迎接到花明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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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